妳看過整年 三節都回家裡陪爸媽吃飯了嗎 什麼中秋節 端午節 母親節 父親節 妳看 壞話 全台灣有這個話 我也讓妳去 妳講了什麼話 我要講說 我覺得她有點看不起我的家人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家其實在三個月 大概三個月一次 我們全部留家的家族 就是長輩們 三代 都會約大家一起吃飯 可是呢 包含就是我家永遠就是我一個 她的原因是因為她說 我們都是約禮拜六吃飯 然後有的時候可能約禮拜天 因為小孩禮拜六 本來就有一些活動 在台中的活動 然後呢 我說那麻煩小孩有活動 不然小孩不要來 其實我們家小孩去哪裡 也都是坐Uber 也沒差 那我不在就是沒有人接送 就是坐Uber 那我就說那不然妳回來吃 她說不行 我要照顧小孩 我就知道她找藉口 她找完藉口的時候 她就會跟妳說 那反正我們不會去吃 那妳自己 就是妳自己想辦法啦 妳自己想辦法看 怎麼跟妳家人講 她也不會幫我想藉口 所以我都要說 因為她在台中就是要接送小孩 所以可能沒辦法回來吃飯 就每次要幫她找不同的藉口 對 我要她自己幫她找藉口就對了 所以我就覺得她有一點點 讓我覺得就看不起我家人 然後再加上 最近我表弟從美國回來 然後他們沒有來過台中的家 所以我們就從台就邀請他們 從台北來台中家晚 你知道我想說來台中家晚 我們都是主人 總是要招待一下 這位大爺 都躺在床上 而且還要我表弟說 嗨 我來了這樣子 她呢 不為所動 她躺在床上 嗨 連個起... 嗨 連個起身都不起身 你知道嗎 就躺在床上 等我講完 妳繼續講 因為我怕妳再來沒機會講 對 等我講完 對 然後再來就是 還有 對 像還有 妳這樣我待會很難回答 這都還只是家人 她也超看不起我 你知道我們一起去外面吃飯 然後那人知道餐廳老闆娘 就說 妳有... 請妳幫我們簽個名嗎 就拿他們那個店的盤子 叫我簽名 然後她馬上說 他扯後腿 對 然後那人說認識啊 他誰 他誰 就說紙 我說我才誰 然後那人說 看媽 妳不認識 她是真理 那你還要她簽名嗎 自取其辱 你知道嗎 被誤認為佩甄 難過的應該是佩甄 好壞耶 其實我沒有看不起她家人 我真心... 可是為什麼她家的聚會 你都不去 其實她真的 我真心說啊 在全台灣 沒有一個人... 沒有... 沒有一個人對... 我就是可以比得過 我對她的好 好 她真的是 全台灣最幸福的 你怎麼講這個話 為什麼 妳知道嗎 真的 你看過整年 三節都回家裡陪爸媽吃飯了嗎 什麼中秋節 端午節 母親節 父親節 你看 什麼壞話 全台灣有這個話 我也讓你去 你講那什麼話 一般妳加入我們家 不是 妳要想 母親節本來 母親節 父親節 妳恨不得 她天天都回她家吃飯 這個是心理話 妳不要講出來 最好住在 她娘家都不要再回來了 全台灣所有媳婦誰 比如說中秋節 是跟娘家過的 沒有吧 端午節 還有什麼父親節 母親節 是回家跟娘家過的 沒有吧 只有我 會一起 跟老公 小孩一起回去 不要再多死了 不肯 對不對 這是不肯的事情 真的 對不對 所以我說真的 全台灣最幸福的媳婦就是她 講那天除了清明節以外 真的所有都跟她家人過 清明節沒辦法 要來祭妳的祖嘛 對 不是 清明節是我生日 什麼祭祖 你怎麼那麼不吉利啊 你生日還在清明節 其實她不是回來要祭我的祖 她是要回來領生日禮物 所以賈娜 妳有沒有覺得妳很幸福 我覺得 我來祖父 了 除非 有 我來祖父 我來祖父 找妳的祖父